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印尼首都旁的坦哥朗市 Tangiran一家烟火工厂 周四26日发生大爆炸 造成48名员工罹难 数十人受伤 针对这起印尼近年来最严重的公安事故 警方今天表示 爆炸因照应与抹名焊工使用工具时产生的火花 而工厂的负责人与营运主管 同样被列为主要嫌疑犯 综合外媒报道 罕接作业员爱家Sabona Eka 工厂负责人利诱诺 Intra Lionel 与营运主管哈塔托 Andre Hortanto 均被列为嫌疑犯 三人可能因业务过失致死 罪名遭到起诉 并面临最高五年 刑期与印尼B5亿元 约薪台币129万元的罚金 目前利诱诺与哈塔托 罗杰已遭到具体语讯问 艾加则下落不明 这起爆炸发生时 该工厂已应允两个月 但他们只有包装作业的许可证明 生产烟火并非合法 亚加达警局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说明 目击者证词和见识 结果显示 大火起因为焊接工具 喷出的火星点燃了 制作烟火的原料 造成至少两次几公里外 都可以听到的大爆炸 工厂后方找到了 30多距离难这遗体 警方表示他们 当时试图逃离现场保命 甚至有人不得不在墙壁上 打动寻找生机但仍难逃 一次罹难者一体 几乎全被烧焦 无法辨认身份 家属必须提供DNA来比对 被送进医院的十多名工作人员 多人身上的烧伤面积 高达80% 医院预估死亡人数将再坦生